村民守墓四千多年,墓主人身份只有村民知道,严谨向外透露真相。 古代皇帝死后,都会派专人守墓,时间长的皇帝墓地附近便形成了村路,后来经历战乱,有的守墓人不在了,皇帝陵墓便会消失。 守墓人组成也是多种多样的,有的是皇室宗亲,比如清朝犯错误的皇室成员,有的就发为守墓,还有的是皇帝的七大姑八大姨组成,也有亲信陈属的后代,所以普通人很难成为皇室墓地的守墓人。 但在位于河北捉路线的一个小山村,世世代代守护着一座古墓,令人费解的是,村民守护的墓碑是一块无字碑,几千年来大部分村民都不知道墓主人是谁,只有村中一个主守墓人知道。 这种习惯一直流传到现在,直近近年来村里人的秘密才被揭开,原来他们守护的墓主人是中国人老祖宗吃油,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吃油墓地在这里呢? 这还要从一段古老的史料说起,相传皇帝与吃油在捉路大战时,吃油战败被杀,据传吃油尸体被分成几块,他的一部分尸还就埋在这里,因为这座山位于古战场的南边,所以较难吃油墓。 按常理说,别说吃油的墓地了,就是汉朝、宋朝的皇室墓地,都很少有人守护了,因为战乱的原因,守墓人不可能保存下来,为什么历经这么多年,这个小山村的村民,竟能坚持不懈地守护墓地呢? 其实这个小山村的村民,既不是吃油后裔,也不是吃油部落里的人,只是为了一承诺,一守就是千年。 我们都知道中国自古就有一诺千金之说,所以守诺见诺是中国人传统美德,这个小山村的祖先本是一个俗家弟子,他的师父是一位出家疯人,这块墓地被当年僧人所守护, 僧人死后就嘱咐俗家弟子在这里守护持油墓,于是这个俗家弟子便留在这里繁衍生息,后人逐渐在这里形成一个不足百货一百多人的小山村,村里人都姓周,村里有个规矩,只有族长一人才知道墓地真相,对外就称这块墓是白龙坟。 等到族长临终时,就会告诉继任者真相,从此一辈一辈人就传了下来,每逢战乱,村里就会将墓碑埋起来,战乱过后再重新立好,这个传统一直延续至今。 现在小山村未水守护的秘密被外界所知,于是就吸引了很多人到这里参观,现在是由墓地成为专家学者探秘的地方。 更多精彩,历史探秘,请关注尼腿探客。